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龙九奉官和三龙二奉官 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 孝端皇后的两点奉官分别为九龙九奉官和六龙三奉官 其中六龙三奉官要比九龙九奉官更为精美 此奉官通高35.5厘米 口径为20厘米 只见奉官正面顶部正中位置 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 金龙口咸珠宝盘旋在奉官之上 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 分别居于奉官的两侧和背面 昂首欲藤 灵巧生动 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 凤冠后的六扇薄并 左右分开 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凤冠呢 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椅盘式的那个 学码叫薄并 这薄并呢 皇后它是左右各三个 那么如果飞子 它就是两个 这体现呢就是说 那个后飞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 是属于孝敬皇后的 其中十二龙九凤冠 通高三十二厘米 正面顶部是一龙 中层七龙 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 凤冠上的事件以龙凤为主 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 呈镂空状 富有立体感 凤用翠鸟羽毛粘贴 色彩经久艳丽 观赏是有珍珠宝石等 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 随形镶嵌 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 棺上嵌石的龙凤 珠宝花 碎云 翠叶 及薄柄 都是单独制作而成 然后插嵌在棺上的插管内 最后组合成一顶凤棺的 凤棺造型庄重 制作精美 其工艺采用了 花丝 镶嵌 赞雕 穿记 点翠等工艺 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 金银首饰制作工艺 是将翠鸟的羽毛 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 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 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 光泽感好 色彩艳丽 而且永不脱色 定陵出土的凤棺 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 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这几顶凤棺中 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 但经过修复 这几顶凤棺 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异彩 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 这些凤棺的主人 这顶六龙三凤棺的主人 是孝端皇后王室 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 浙江渝瑶人 她出身高贵 于万历六年 也就是公元1578年2月 被策立为皇后 一直到万历48年 也就是公元1620年4月病故 按照明朝制度 皇后死的时候 如果皇帝还在世 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 才能下葬 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 死后还不到三个月 明神宗朱义军也离开了人世 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 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 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 是孝敬皇后 这位皇后也姓王 只是她的出身 没有孝端皇后高贵 万历十年 也就是公元1582年 她因为怀有身孕 被封为公妃 后生下一子 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 朱长路 由此被尽封为皇贵妃 后于公元1611年9月去世 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 非皇后不得入皇陵 所以这位死时 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室 并未葬入定陵 而是葬于天寿山 东景左侧的平岗地 明神宗死后 他的长子朱长路继位 朱长路追视自己的母亲 王室为皇太后 但是还没有等到 为王室施行加封典礼 朱长路便死去了 公元1620年9月 朱长路之子朱尤教继位 也就是明西宗 西宗继位后 便尊试自己的祖母王室 为孝敬温义敬让 参天应圣皇太后 同年十月 神宗朱义军和孝敬皇后 葬入定陵 孝敬皇后 也从东景平岗地 迁葬定陵 明西宗又为孝敬皇后 添加了奉官等 诸多陪葬品 其中十二龙九奉官和三龙二奉官 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西宗 为他添制的 一个是十二龙九奉 但是还有另一顶 数量又特别少 就是三龙两奉官 它这两个呢 就是差距很悬殊 应该说它这个 在装饰上 也表示说 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 它那个龙奉的数量 在实际当中 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 就是可以多 也可以少 我们看定陵出土 这四顶奉官 哪顶和哪顶 它的龙奉数量 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在明定陵出土的 这四顶奉官上 龙奉的数量都不相同 而每顶奉官 在具体的细节处理 和珠宝的放置上 也有区别 每顶奉官都有着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定陵中 明神宗墓葬的设置 跟明朝相关典籍中 关于皇陵的规定 是有所差别的 专家说 明定陵中 帝后官国的摆放 与明朝相关典籍中 关于帝后藏制的记载 有所不同 按照明代皇帝 临寝的规制 后殿只用来安放 皇帝的官国 而皇后的官国 应该摆放在帝宫中的偏殿 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官国 也和皇帝的官国 一同放在了帝宫的后殿之中呢 根据专家推测 万历48年 先是校端皇后兵士 接着万历皇帝去世 明光宗朱长洛 也在即位二十九天后死去 在这短短百日之内 要葬两位皇帝 一位皇后 孝敬皇后还要迁葬 如此巨大的任务 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 朱尤教身上 汤促之间难以准备 当时有偏逢雨季 安望皇后官国的配殿 不便打开 于是皇帝皇后的官国 就都从正门进去了 可是到了帝宫中 才发现配殿的永道太窄 皇后的官国进不去 所以只好将他们 一并放入后殿当中 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 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 考古专家通过 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 两位皇后 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 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 龙凤树木相加时 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孝敬皇后这个 它两顶凤冠 一个呢是十二龙九凤 一个是三龙两凤 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 都是十五 凤呢是十一 然后孝敬皇后呢 是九龙九凤冠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六龙三凤冠 龙加起来 也是十五 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 都是十五这个数 那么孝敬皇后呢 她凤加起来 是十二 孝敬皇后 她是原配皇后啊 所以她十二 那个孝敬皇后 等于是后追风的啊 另外她就说 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 那她就是从等级上 就是低一点 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 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理智 明定宁出土的这四顶凤冠造型端庄 制作精美 官上镶嵌 龙 凤 珠宝花 翠云 翠叶 官后均有六片薄病 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 远远望去 凤冠上的金龙生腾 奔月在一片翠云之间 翠凤昂首展翅 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 龙凤君口含珠宝串世 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 凤冠的富丽堂皇 明定宁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 真实在线了明朝万历时期 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 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 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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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